目前最新名量是排名第一 達到40% 那是認為說跟周玉寇有關嗎 那目前跟群眾差距越來越大 會不會在基礎之後 氣城保皇讓選舉出現了一場 其實不管是氣城保皇 氣皇保存 都是綠白之間他們的政治算計 對我來說就是持續的勤走基層 一步一腳印爭取市民的認同 其實也呼籲所有的台北市民 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煩惱 也不用含淚投票 也不需要顧慮思考任何政黨之間的算計 現在其中負面聲量好像比較高 他解釋說因為好學生 所以容易被挑毛病 一直以來我們看到民進黨過程中 都不願意生氣的自我好好檢討跟反省 把所有的過錯都推給別人 好像責任永遠都是其他人 千錯萬錯都不是自己的錯 好緊張目前雙城論壇的態度如何 那其中是不是流氓還要在門口 流氓在門口還要我們奉陷 所以今天特別來昆天庭跟我們中壇元帥 參拜祝壽就是要展現我們保護台灣的決心 共同展現團結一致的精神 更重要我們希望能夠保持既有的溝通管道 避免任何的誤判跟衝突升高 那就是要展現團結一致的決心跟態度